这个sub是什么呢 就是我按下去 它就自动把我需要的动作全部跑完 那里面的话 你要告诉他哪一个列到哪一个列 哪一个栏去做什么事情 塞给他什么东西 我想这个是一个基本规则 逻辑如果你清楚的话 应该就很好写了 第二个是插入函数 这个地方会有个使用者制定 那这个使用者制定的话 就是你要自己定义出一个 本来不存在的一个函数 那本来存在的那个叫做内建的函数 本来不存在的叫做自定义出来的函数 OK所以我会这样区分 那要怎么做 这个东西完全是量身定做的 完全match你的工作 别人的工作不见得适用 可是问题如果你有这么好用的函数的话 或者你一个team 或者你们的那个 这个部门里面有类似的东西 那很方便的 很多事情因为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 如果有这东西的话 不是很多事情时间就可以节省下来了 而且人员的训练也会不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以后跟他讲这样这样这样就做好了 你不需要跟他讲以色列公司一堆 你把原来以色列公司告诉他 他可能还记不起来 现在是在做还是记不起来 因为我跑来问你一次 对不对 太长了 可是这个东西我想应该没有人不会用了 你看不到上面 一个萝卜的坑 你还不会用的话 那真的没有办法 不用心的 对不对 所以怎么做 OK 那这边的话会有几个观念 函数的话 它是一个有返还值的 返还到你指定的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会有一个什么 引述 引述的话指的就是你提供给他什么东西 他会给你一个返还值 这个就返还 就返还给他自己本身 然后他会再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个是一个流程 你有观念之后的话 就比较会写这个制定函数了 OK 按确定 那这边就点两下 就完成了 这个是我们后面才会再讲 不过第一个我们先按部就班 这个怎么来的 然后呢 第二个是怎么把它变成速度加快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说 他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请你把这个加上09 中间加一个dash 然后利用什么 rept加len函数 如果有规定 这些是规定 你要怎么样把它做出来 当然这个已经够难了 不过我们把它简化之后的话 会更简单 所以先来了解一下rept加len 然后呢 再来了解这个 第二个是说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当然有啦 怎么样解决 所以rept不知道各位有用过 请各位切到rept函数的 这个工作表 那所谓rept 顾名思义嘛 就repeat repeat什么东西几次 所以插入函数嘛 使用方法插入函数 然后你找到什么呢 文字函数 里面的话呢 找到rept 在这边有没有 然后它会有个 要你填上的引数 这个引数的话就是第一个TES 第二个Lumper times 有没有它就是重复几次 按确定 那TES就是你要重复的东西 你可以打一个信号 或者指定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 那重复几次呢 100笔一颗星 所以当然你不是自己输入 而是什么 这个100笔 那就是什么 除以100 1.58 一颗星 但是其实 1058你给这个数字 其实不太精确 最好是给1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要无条件 舍去小数点的话 比较精确应该是什么 把这个的结果 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有没有想到哪一个函数 对 INT 所以直接在这边打个INT好了 刮弧 后刮弧 有没有看到 后面的结果1 有没有 那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就是无条件舍去小数点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INT INT其实上就是一个integer 就是整数的意思 也就是说 你把后面的刮弧起来 它就会只留下整数部分的 就是没有小数点的意思 OK 那把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按确定之后呢 你会发现 待会我们向下填满 我把它稍微置中一下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repeat的实际上就是repeat几次 当你向下填满会出错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的这个指定的位置错了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C C1 有没有 必须把它怎么样呢 做一个 蓝列的一个位置的锁定 固定在那个地方 那特别注意 其实一般都会教按F4吧 F4 可是实际上 你不需要 F4的话是蓝 跟列 通通锁起来 但是在这里 比较精确的应该怎么样 只要锁一边就好了 锁什么呢 其实只要锁 E就可以了 C要不要锁呢 C不要锁 为什么呢 因为 特别注意哦 这个关系到 以后还是会讲到 就大型四串表的话 如果你将来 假如说你有填满 有没有 比如说你不是最后做完 然后向下填满 你应该锁起来 我先锁起来 我先锁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